志工们将炒好的馅料一一包入粽叶 扎实地展现了包粽的功夫 而这也是多年来符合李在东武节前夕所举办的活动 李办公处在活动前就会准备食材及粽叶的采买 并将馅料先炒好准备来榜名符其实的北部粽 一方面将这难得的包粽手艺传承下去 也同时邀请志工们一起包粽同乐 就是希望有一个传承 可是现在年轻人也是工作压力大 也非常的忙碌 几乎也没什么时间 所以就我们还是由我们一些义工 大家有空的话都大家出来共襄盛举 而包好的粽子除了让志工带回家过节 感谢他们长期对邻里事务的协助之外 也将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温馨的过节气氛 五节我们都会包一些粽子 他的主要对象就是针对里内生活上比较辛苦的人 还有比较没有办法享受这种的中午节气氛的 的里面好朋友们 那当然也感谢义工一年来的辛劳 给大家过一个端午佳节 礼办公处不大 而志工们的包粽显得忙碌 也让这小小的空间感受了满满的台湾特友人情味 以及浓浓的过节气氛 中家新闻朱允嘉卢秀娟永和藏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